2019年4月22日,中国公布百名红通名单已满四年。截至2018年12月,潜逃在外的百名嫌犯已有56人归案,追回翻款100多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追逃追赃成继单,不断重新整理。 腐败分子携款外逃事件的发生率,成断然是下降,嚣张戏烟得到打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红通嫌犯归案,海外华人华侨和华文媒体功不可没。 海外华侨华人的正义之手,把野藏极深的嫌犯挖了出来,撕掉伪装。 乖乖扶法,资料图,图文无关,杨秀珠,头号巨贪被华人举报。杨秀珠,百名红通人员第一号人物,原来是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涉嫌贪污受贿犯罪。 外逃荷兰,美国等国13年,2016年11月16日回国投案。 资料图,2016年。 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 杨秀珠逃到纽约之后,当地就有华人举报。 他曾经以亲戚名义,在曼哈顿中心区,花几十万美金买了一栋楼,之后又高价卖出。 与此同时,美国各华人社团也纷纷发出倡议。 但凡发现外逃腐败分子立即举报。 美国侨报、世界日报等华文媒体,也一直跟踪报道,这个红通头号嫌犯。 在舆议上给他施压。 此时如同过街老鼠一般的杨秀珠。 认清了现实。 加上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让他彻底放弃了逃亡之路回国自首。 黄玉荣。 只要华人多的地方都不敢去。 黄玉荣。 黄玉荣是百名红通人员第四号。 曾任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 涉嫌贪污、受贿犯罪。 潜逃了13年。 2015年12月5日,回国投案自首。 一直英语不好的黄玉荣,逃到美国。 租的房子在华人聚居区。 然而,百名红通公布当天。 他的真名和照片,一夜之间出现在当地的所有华文包纸的头版上。 从那天起,黄玉荣感受到了大家异样的眼光。 对方想说话但是不说的态度,让他很难受。 之后黄玉荣便不断搬家,再也不敢接触华人。 华人饭店、银行,哪儿都不敢去。 他说,在华侨华人、华文媒体,放大镜似的搜寻下。 黄玉荣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认为,自己再这样下去,已毫无意义。 最后决定回国自首。 袁永宁 大老板生活在华文媒体聚光灯下。 百名红通名单释出后。 被认出的不只有黄玉荣。 逃到纽西兰地红通人员第五号袁永宁。 也被挖出各种黑历史。 袁永宁 袁永宁是吉林通话金马药业有限公司袁董事长。 涉嫌职务侵占犯罪。 外逃纽西兰后生活高调。 曾经一致千金豪赌。 82分钟,输掉500万新元。 百名红通名单公布后。 纽西兰华文媒体,也关注到了这个人。 他的多重身份和涉嫌犯罪历史,被公开曝光。 随后全部财产被纽西兰警方冻结。 当地华文媒体开始深挖袁永宁背后的事。 一下曝光了多处房产地址和种种劣迹。 华媒记者还追踪报道。 挨个走访了该国四名红通人员可能藏匿的住址。 甚至蹲守等他们出现。 在中央追逃办的劝说,和华侨华人、华文媒体的逼世下。 也有明经再三考虑。 还是在2016年11月12日,从纽西兰回国自首。 华侨华人呈追逃得力帮手。 红色通缉令。 中央追逃办两次释出公告。 曝光外逃人员藏匿线索。 海外华侨华人也发挥强大力量。 形成对外逃腐败分子人人喊打低声势。 很多海外华侨华人及华文媒体,主动加入到追逃追赃的阵容中。 他们有的为中国警方提供线索。 有的积极参与劝反。 使外逃人员境外生存的空间,被无限挤压。 迫使他们回国投案。 华文媒体记者,也千方百计寻找红通嫌犯的身影。 泰国新鲜日报,曾特地把摆明红通名单中,可能嫌逃至泰国的人员进行了专门统计。 一共列出11名嫌疑人,并在八指的微信版,发出了协助记报呼吁。 加拿大星岛日报记者,获悉贺显隐姓,埋名藏宁温哥华岛中部小镇,在获得联络方式后致电联络。 这让贺显极为震惊。 澳大利亚华文媒体,也挖出红通嫌犯胡玉兴,正隐虚破斯变身宅男。 更曾爆料媒体记者接触胡玉兴,并表露身份时被打,引发舆论关注。 正是因为海外华侨华人和华文媒体的不断监督与曝光,促成多名重点红通人员的落网。 更多潜逃者浮出水面。 网友希望红通行动,可以长期进行下去,让腐败分子在无藏身之地。 今朝一时滩,日后铁窗半。 海外不是法外之地,国外不是避罪天堂。 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犯罪分子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法网灰灰。 素材红色通缉令,央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新兴国际,纽西兰天维网。 央视新闻,美国世界日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